五僧一龙输了比赛到底冤不冤 金钟赵铁布山最终被一记高扫破解 这已经不是五僧一龙首次铁头功实效 前面两次依然是被高扫所粉碎 就因如此 高扫踢成为了五僧一龙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第一位发现金钟赵铁布山弱点的选手叫西提猜 他可是泰国鼎鼎大名的泰拳王者 在此之前已经击败了四位强者 才有机会和五僧一龙打这场比赛 总体来说 这个机会非常的来之不易 晃来晃去的一龙临门一脚踹走了西提猜 其后西提猜就给一龙来了一脚 瞬间就把五僧一龙打了个人养马翻 看来五僧一龙还是上当了 一龙本来是想 对 成人追击的 其实这是一个陷阱 对 对方看来这个反应特别快 对 是 这场比赛的备战两位真的都付出了很多 是的 西提猜这边是请到了拖球的前教练叛狼 而一龙刚刚出场的时候方面就在介绍说 他找到的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拳击教练 对 拳击教练可能想在 一般情况下 泰国选手是以身体的硬度和高扫文明玉拳谈 反观五僧一龙的漏洞就是高扫踢 每一次做动作都是把脑袋留给对手攻击 还真以为自身拥有金钟罩铁布山吗 面对这一漏洞 西提猜首先是用拳头来攻击一龙的脑袋 谁撂一龙的脑袋硬度非常高 最终只能使出西提猜他那杀人如麻的高扫踢 全面的 还是很全面的 对 他最厉害的就是你表面上是波兰图形缺乏机器 但是他没有破绽 你找到他的破绽 他突然性非常好 对 在进攻和防守 防守两方面做得非常的到位 装置一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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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鲨鱼狼KO了武僧翼龙 一记高扫踢直接把武僧翼龙的脑袋踹成了两半 倒地不起的武僧翼龙肯定十分懊悔 本身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还想用脑袋和鲨鱼狼的大腿硬钢 看来武僧翼龙的脑袋是真的没有受过重击 看到这一幕 的女粉丝直接哭成了泪人 根本不相信武僧一龙的金钟照 铁布山会失效 不过是已至此 一龙输了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重视 一条裤腿长裤 一条裤腿短裤的裤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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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